这个男人东振就是个手气包 前女友在交往期间出轨 她明明心知肚明 却沉默包容了一年 被公司员工被刺 她也选择不追究 此刻一个男人上前殴打东振 东振立在原地 等待着对方的拳头落下 还是身旁的宇宙将男人推倒 宇宙可不是受气的性格 她教育东振 由野猪冲上来 你却站着不动 不会有人称赞你善良 只会嫌你愚蠢 男人之所以找上东振 是因为最近她被妻子戴了绿帽子 心情烦闷的她向东振倾诉 只因大家都知道 东振不会随意泄露秘密 但没多久 妻子出轨的事被别人知晓 男人笃定是东振告诉他人 其实不是东振所为 但她依然选择沉默不做解释 默默听着男人的唠叨 东振公司最近发生了间谍事件 经过调查发现 泄露机密的人是车科长 他将这件事告诉小崔 小崔十分惊讶 车科长一连老实 泄密发生之后还言之凿凿 声称若是自己的失误 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没想到一切都只是演技 相比小崔的震惊 东振看起来平静得多 因为她的妈妈结过四次婚 每次再婚对东振来说 都是一次背叛 四次足以让她变得麻木 另一边间谍事件真相大白 宇宙答应了东振回公司复职 隔天一早就穿戴整齐准备上班 然而这个决定 却遭到小俊的强烈反对 他虽然不知道宇宙就职的公司名称 但却知道宇宙执意去那家公司上班 是为了复仇 小俊向来都知道宇宙的性格 不动则已 一动就会闹得天翻地覆 因此他给宇宙一个期限 一周之内解决复仇问题 之后就回到药局继续上班 若是宇宙拒绝 两人的友谊就走到尽头 宇宙家三姐弟也要搬出自己家中 可宇宙的回答很果断 若小俊想阻止自己复仇 那两人从现在就可以绝交 说完宇宙就往公司走去 不理会一直跟在身后的小俊 来到公司 宇宙一走出电梯 就看到东振在等着自己 他让宇宙稍后来自己的办公室一趟 到了约定的时刻 宇宙走进办公室 发现车科长也坐在里面 看来东振还没有戳穿车科长 似乎心里有其他的打算 果然东振告诉车科长 自己将宇宙又请活了公司 还将他调入了营业部 交代完之后 东振让车科长先行离开 随后宇宙将办公室的百页窗关闭 搞得神秘兮兮 东振告诉宇宙 他仔细想过 暂时不揭穿车科长 是为了避免公司出现第二个车科长 身代表是个难缠的人 一次间谍行动失败后 他还会继续策划第二次 第三次 所以解雇并不是最终的办法 他需要宇宙的帮助 让他好好地监视车科长 提早洞察身代表的轨迹 然而宇宙却冷漠地拒绝 还嘲笑东振如此轻信自己 实在是太天真 自从宇宙掉进营业部后 在车科长的手下做事 本人互相看不顺眼 但车科长作为上级 若是要欺负宇宙 还是更加得心硬爽 正巧这天东振不在公司 车科长给了宇宙 一个狠狠的下马位 宇宙只是翻了白眼 直言若是车科长不欢迎自己 可以对东振抗议 而不是做贼心虚般 对自己发脾气 宇宙的话 让车科长心里一激灵 确实有些做贼心虚 找了个休息时间 他悄悄来到楼梯间 给申代表打电话 告知东振在自己身边 安插了一个人 让他有些不安 然而申代表正忙着八截大客户 还没听车科长说完 就匆匆挂断 午休时间 宇宙走进公司附近的小吃店 正巧东振返回公司 也紧随其后 看到东振坐在自己隔壁 宇宙依然保持着疏离的态度 声明自己不会帮他监视车科长 因为他讨厌这个人 真不知东振如何能忍耐 与他共事这么久 特别是在知道车科长是间谍后 还能隐忍不发 文言东振默默回答 自己就是一个擅长忍耐的人 曾经还忍受过女友出轨长达一年时间 这时宇宙的饭菜上桌 他不再追问就这样吃了起来 看来对东振的恋爱故事毫无兴趣 下午又叫了新男友的东振妈妈 高调的来到公司 宇宙在送咖啡时 与东振妈妈打了照面 但因为两次穿衣风格不同 对方根本没认出宇宙 东振妈妈的出现 又激活了宇宙的愤怒 和内心的阴暗面 他记起年幼的自己曾亲眼看到 父亲和东振妈妈从宾馆出来 疯狂的宇宙绕记录 跑到父亲的车前被撞飞在地 他哭着质问父亲 为什么是这个阿姨 他明明是母亲的朋友 思绪回到现在 下班后 宇宙在车库等着车科长 告知东振已经知道 他和申代表串通的秘密 若是他想毁了公司 就再努力一些 夜晚宇宙来到药局 等着小郡下班 他点了外卖 一边吃一边把今天 见到东振妈妈的事 告诉小郡 宇宙觉得可笑 父亲的葬礼才没过多久 这个女人就另有新欢 凭什么他可以把所有事 都一笑而过 而自己却要抱着 肮脏不堪的烂摊子 一心只想要复仇 东振妈妈的潇洒 刺痛了宇宙的心 也是他决定 对车科长摊牌 被刺东振的原因 听完宇宙的话 小郡安慰他做得好 无论宇宙做了什么坏事 都是合理的 东振妈妈让他吃了许多苦 这种煎熬就让东振也品尝一番 只是往后就当一切扯平 小郡希望宇宙 不要再与东振有所牵连 小郡下班后 宇宙收到大姐的通知 让他来三姐弟 常去的酒馆喝酒 已经身在酒馆的大姐 朝窗外一看 发现正在默默回家的东振 恋爱脑的大姐有个特长 就是对帅气的男人 过目不忘 他立刻在脑中盘点 自己见过东振的自说 第一次是他来银行办理贷款 还递给大姐一张名片 第二次是大姐偶然在大街上 看到东振和宇宙走在一起 在大姐眼中 见过两次面的帅哥 已经足够成为朋友 于是他跑到路中央拦下东振 四披赖脸地请他加入酒居 刚坐下 大姐就热情介绍 自己是宇宙的姐姐 不一会儿 宇宙和小郡也走进酒馆 再看到东振的那一瞬 宇宙整个人都陷入了呆滞 头脑简单的大姐还以为宇宙在饭花枝 根本没有嗅到空气中的寒意 片刻后 宇宙终于缓和过来 他拉起东振来到店外 质问他是否在和大姐交往 得到否认的回答后 宇宙输了一口气 随即请东振离开 因为不喜欢他接触自己的家人 宇宙的话直接又伤人 虽然东振是个资深忍者 但心里还是有些不痛快 临走前他告诉宇宙 有时候被语言重伤比隐忍更加难受 例如现在 说完东振离开了现场 当晚三姐弟回家后 大姐十分笃定 东振对宇宙有意思 因为他劝说东振一起喝酒神 说到一会儿宇宙也回来 他就立刻点头答应 同时还推断东振总是唯靡不振的状态 一定是被女人伤过心 宇宙虽然看似漫不经心的听着 但心里已经把大姐的话对号入座 东振确实说过他曾经忍受女友出轨长达一年 看起来大姐猜得没错 在东振和敏英分手时 两人正在露营 敏英接完一个电话后 回来就提出了分手 下个月他就要去国外结婚 虽然很对不起东振 但事实就是如此 东振的脑子一片空白 片刻后采用恳求的口吻 让敏英回家再说 不要在露营地提分手 无趣的东振唯一的爱好就是露营 如果敏英在此处提出分手 又心里阴影了他 往后将无法再露营 但敏英没有迁就他 说完分手后就离开了露营地 另一边 自从大姐发现东振的小心思后 讨论他和宇宙的关系 就成了大姐的日常爱好 这天午休 两姐妹饭后闲聊着 大姐追问宇宙不喜欢东振的原因 瞧的是小崔和东振正好走到附近 听到了两姐妹的对话 宇宙想了想 回答自己讨厌东振的背影 她的背影看起来孤单又无趣 明明是个高个子 看着却如此无精打采 这时大姐一回头 看到了小崔和东振 气氛瞬间尴尬了起来 宇宙死撑着面子 直言东振听到自己的话也没关系 说他可怜又不是什么过分的形容 东振什么都没说 但脸色明显淫沉了不少 虽然他知道宇宙说话 一直都是这样直接又伤人 只是他还不能适应 今天下班后 车科长约了宇宙一起吃饭 作为他通风报信的谢礼 车科长直言 东振的公司马上就要破产 不仅是自己 还有另一位与他认识的本部长 也倒戈到了身代表的阵营 这位本部长 就是之前被妻子戴绿帽的男人 小崔已经知晓本部长一事 他和回国的敏营见面时 也告知了公司的困境 小崔已经知晓了本部长的背叛 只是还没有告诉东振 怕他心情低落 最近小崔一直在忙着筹钱 只有获取一大笔资金 让东振成功举办露营展 才能挽救公司的危机 敏营听着心中也担忧了起来 这一次回国 敏营搬进了东振家对面 每次喝醉之后 敏营都会习惯性地敲响东振家的门 因此还被东振投诉几次 本能告诉敏营他想念东振 但理智也在告诉敏营 他曾经伤害过东振 不配出现在他面前 次日宇宙来到公司上班 看着正在忙碌的员工们 努力帮公司摆脱危机 他回想着 车科长和申代表毁灭公司的计划 想要以此证明他们跟错了代表 想到这里 宇宙来到东振的办公室 可东振今日不在 东振去找本部长求助 果然失望而归 但东振的内心并无波澜 因为他早已习惯被人背叛 然而回到公司 他在大厅看到了敏英 这一件让东振的内心翻江倒海 过往的幸福涌现在脑海中 他警告敏英不要出现在自己面前 敏英颤颤地点点头 但还是说出自己搬到他对面的消息 当晚东振把自己灌醉 回想起自己和敏英的爱情 两人交往七年 东振忍受对方出轨一年 最后还收到敏英寄来的结婚喜帖 微微地收场让东振觉得自己活得真是丢脸 一边想着他晃晃悠悠地走过人行道 眼看就要被车撞伤 还好关键时刻 宇宙将他拉到了路边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